蓝岩的心里都清楚啊 这等先浮的威力一经释放 有哪里是一个大罗径 初期修饰可以压制的呀 就在这时候 一直抱头打滚的韩丽 突然身形一指 猛然一个翻滚 身形一闪之下 几乎瞬间从原地消失 直接冲到了提魂身前 提魂猝不及防 只能本能地交叉双臂 挡在身前 结果紧接着 韩丽就五指成爪 朝着他猛然拍了过来 提魂透过双臂肩的空气 看到韩丽的面容 已经整个扭曲 变成了一张 满是猙獰凶恶的面孔 他夸张地咧开了嘴角 甚至还流淌着 些许透明的咸水 你似乎和他的气息 连接得很紧密呀 下一瞬间 提魂就感到一股 排山倒海的力量 突袭而至 双臂更是几乎要断裂 是的 身形翻滚着撞碎 废墟中的残垣断臂 在地上划出了一道 深深的痕迹 他的身形 好不容易撞在了一块 巨大石壁上 才终于停了下来 一手忙捂住嘴巴 却仍是忍不住 哇的一声 呕出了一口鲜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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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丽 面目猙獰 狂笑不已 蓝颜看着他满脸凶恶的神情 和身上散发出来的 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气息 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人 提魂则甩开手心的鲜血 眼神变得十分复杂 蓝颜看向提魂张了张嘴 正要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候 提魂目光突然一闪 连忙喊道 快躲开 蓝颜脸色一变 几乎没有任何的思考 身形就暴闪躲避 横移开了百丈的距离 他的身形刚一移动 原本站立的地方 就一声暴鸣 炸开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提魂高声喝道 失神之后 他的修为气息似乎更强了 蓝颜 闪至提魂的身边 惊慌地说道 啊 这师父已经起作用了 难道有着多半事 受恶尸神念影响 原本的神尸 已经无法控制神区了 再这么下去 只怕就不是他斩尸 而是他被恶尸 斩去原本神念 彻底占据神区了 不管是神念 还是恶尸 眼下得先让他 拾取神石 至少限制住 他的行动才行 要怎么做 帮我限制住 他的行动片刻 我来想办法 蓝颜正想再问一句 前方的深坑中啊 突然传出一声轰鸣 寒厉的身影从中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猛为一折 朝着他们急速俯冲下来 眼见其距离两人 还有十余丈的距离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风压 就好似一堵沉重无比的高墙 先行压迫了过来 提魂已经双目闭合 双手在身前掐绝 似乎正准备有什么秘术 蓝颜牙关紧咬 朝前一步跨出 掌心之中 一个蓝色布袋 随即浮现出来 伴随着一阵水浪之声响起 蓝色布袋上滑光大作 石头蓝色水龙 从中骤然冲出 直接破开了前方的风压 冲向了寒厉 寒厉的口中一声狂吼 一记重拳砸下 与之之间 对撞的两头水龙爆裂开来 其余八头水龙呢 则是从旁一措 直接缠绕了上去 八龙合围之后 水龙体表上顿时轰鸣作响 无数道水雷同时乍响 亮起了万道惊丝 处于雷电中央的寒厉 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 身躯猛然一缩 继而又舒展开来 这一张一池之下 他的舟身上顿时爆发出 一层暗红色的气息 竟是在瞬间激发了 全身的血脉之力 化作阵阵强大无比的冲击波动 把周围的水雷电光 尽数地逼退开来 蓝眼身形矩阵 口鼻皆有血迹渗出 大声地呼喊道 好了吗 一旁的体魂 仍是闭眼无言 没有半点反应 眼看八条水龙 也要支撑不住之际 蓝眼神色一凝 张口猛地一喷 一滴精血混杂在血液当中 洒在了蓝色布袋上 一磨而入 蓝色布袋上顿时光芒大作 那八头已然落在下风的水龙 顿时蓝光一闪 纷纷张口喷出了一团金蓝色的球形闪电 朝着正中央的韩利砸了过去 八团球形雷电同时进身 继而猛然爆裂开来 化作了一道冲天雷柱 直接冲出了地表 雷光落出 八条水龙再也无法维持 砰的一声尽数消失 韩利的身影重新浮现 他周身焦黑 身形摇晃了一下 竟然没有倒下 其猛然抬头 双目血红地看向蓝眼 嘴角一咧 白森森的牙齿顿时显露而出 一股凶煞之气和浓郁恶念 顿时笼罩住蓝眼 令他浑身一僵 身上寒气直冒 完了 蓝眼喃喃说了一句 瘫倒在地上 都得死 韩利争笑一声 身形陡然前倾 朝着这边急冲过来 然而在下一瞬间 他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异彩 右边瞳孔四周的血色 瞬间倒退 身形一个急停 没能站稳之下 直接翻滚着摔了出去 紧接着 就见一道人影突然闪身而至 其身形未稳之际 直接来到了韩利的身前 一掌按在了他的头顶正中 曼眼看清那道身影之后 终于稍微地松了一口气 只见提魂正站在 韩利的身前 一掌压在他头顶的信门处 掌心下荡漾开一圈圈 如同狐心水纹般 暗红色的虚空波纹 韩利被这看似轻柔的 一掌压下 竟然当真待坐在原地 不在动态 提魂双目中一片血红 眼角处也躺着阴红的血液 显然发动这一秘数的代价 同样不小 只见他另一只手飞快地 单手掐掘 继而在自己的眉心处一点 其额前顿时血肉分离 露出一只血红的树木来 紧接着 就见那血色的树木当中 微光一闪 一道道血色青丝 如藤蔓一般蔓延而出 直接延伸着 刺入了韩利的眉心里 就在血色青丝 进入韩利眉心的一瞬间 提魂口中发出一声惨呼 双眼同时紧闭起来 下一瞬间 提魂的神念 便进入到韩利的石海当中 第一次见到韩利的石海 提魂这才发现 里面竟然是一片 异常磅礴广阔的天地 只是这片石海天地 此刻却是混乱不堪 到处都能看到风暴席卷 无数条接天龙卷 横行肆虐 天空被层层的阴云压得极低 里面更是有阵阵滚雷 轰鸣不断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